我国火星探测器首次亮相 这一方案将是人类火星探测史上前所未有的 印度人酸了 今年初 我国嫦娥4号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 创造历史惊艳世界 但是我们太空探索的步伐并未停止 探月工程 天工空间站 火星探测等都在稳步持续推进中 近日 火星探测计划就传来了好消息 火星我们要来了 11号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在社交平台首次公开了 我国火星探测器的真容 据中国空间科学技术研究院 空间科学与深空探测 首席科学家叶培健介绍 我国火箭探测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计划在明年发射 我国的火星探测器暂时命名为火星一号 这名称果真是朴实无华 据悉 我国火星探测任务将同时携带环绕器 着陆器和巡视器 一次性实现绕落回三大任务 首先对整个火星进行观测 其次降落火星 最后开出火星车在火星上随时勘测 这在世界火星探测时上是前所未有的 目前全球火星探测成功率只有40% 因此一步到尾实现三步走 难度不言而喻 事实上 早在2011年 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营火一号 搭乘俄罗斯运载火箭升空 但是最终失败 俄专家曾表示 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俄方准备不足 类似原因已经不止发生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二年 印度的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 却出乎意料地成功了 这让当时一枚终于抓到了机会 宣扬火星之旅 印度战胜中国 尽管一枚指出 印度火星探测器发射属于技术验证型 仅实现了绕轨飞行 只能看到火星腰带 这只是一个基础工作 而且还借助了美国的升空通信网 但当我们的运载火箭运载能力 北斗卫星覆盖能力和精度 高分卫星分辨率等都超过印度 嫦娥4号成功了 而印度越船2号失败了 我们有空间站 印度也没有 印度人一如既往地 拿他们火星探测器说事 起码我们到达了火星 而中国火星探测器失败了 这一成就成为印度人最后的倔强 因此这次计划公布 有印度人表示 要是他们明年成功了 我们谨慎的优势没了